你还满意吗 满意啊 我说过的事他都能记住 还能主动发现问题 交流起来简单舒服 都有点舍不得放逃而磕了 你认真的 当然是开玩笑 那就好 请不要忘了 找他做助理的初衷 林特助 我觉得工作人员是很重要的 在桌上认真的事没做 但聊天的时候可以放松点的 好的 院长 你是不是喜欢叶世兰 有什么 我记得你一开始 是想找他算账的 那是为了调他当助理做铺垫 提醒他是欠我的 这样就能增加我的谈判筹码 好好让他配合我的计划 你可以换一种方式 没必要绕这么大个弯子 你不了解他 你了解就好 你别话里有话 我是看你乐在其中 我没有 有 一部分成年人 面对自己感兴趣的人 会做出一些无聊幼稚的举动 故意捉弄 打趣 欺负对方 看到对方的迥阳或蒙泰 会心情愉悦 看到对方可怜 又会燃起保护雨 小说中这种人有个专用名词 叫做小学姬 听起来不像什么好词啊 以上 没有任何侮辱小学生的意思 你是在故意调侃我吗